舉個例如好像退保 一開始的時候你已經定了一個立場 就是政府你是不認同 不能貧富的 市民的感覺就是你既然問得我 那我什麼意見都可以表達 為什麼不可以給政犯的意見 去自由地去交鋒 為什麼一開始你畫了一條線 我幫你選擇了 這邊才是我們走的路 我們不是這樣去表達的 但是作為政府官員 我們掌握更加多的數據 所以你掌握這麼多的數據 那麼多公共財政的情況 而事實上這些公共財政的數據和情況 不是政務司司長做出來的 是財政司司長那邊 是告訴我們去進行退休保障的諮詢 你必須要掌握這些公共財政的情況 因為在我們啟動退休保障的討論之前 如果你記得 景進在2014年的財政預算案公佈 同時就公佈了一份長遠的公共財政策略的報告 那裡已經為我們做這些工作 是定了一個 你說一個框架好 或者一個基礎好 所以我們作為去討論退休保障的官員 都要將這個事實擺出來 就是說如果一個不論貧富的方案 財政上是否可以承擔呢 人口老化會帶來一個挑戰 我們怎樣去應付呢 但是我沒有說過在這個過程裡 不可以討論這些議題 事實上到今天為止 也都有不少坊間的朋友 是爭取傳聞的 我只是覺得作一個官員 一個負責任的官員 要將那個情況或者實況說出來 等到這個諮詢這個討論 是更加有意義一點的 那